夏日民眾來用餐吃火鍋 旁邊還有日式中式餐廳 台北車站商圈全新商場 有部分還在裝潢 但書店和多數餐廳 已經開張試營運 支付裁貼材料 趕工裝潢 一樓還有知名連鎖眼科進駐 旗艦店瞄準自費患者 診所還在趕工中 預計在月底正式開幕 不過引起關注的還有 成品正式回歸台北車站 就開在地下室 而成品也是跟眼科集團 共同經營這一個全新的商場 醫療集團跨足商場跟成品合作 看準這位置 連通地下街吸引人潮 一樓加上地下一樓 總共1200坪左右 月租超過500萬 就主動跟他接觸 沒有想到說他們也很有興趣 全部都有我們成租 然後公共區域由我們來裝潢 每一家餐廳跟成品書店 他自己裝潢 但是我們是確認 簽訂合約情 成品來幫我們經營廣場 那雙方來分論 事實上2011年成品在K區地下街開幕 2023年不敵疫情扛不住租金 提早解約結束營業 商場由購物公司接手 如今成品從K區地下街 轉站到中校西路另一側商場 也從二房東變成合作夥伴 不用負擔租金 但負責營運 成品負責招商營運 以及內部裝潢再跟集團分潤 重返負車看起來條件利多 對醫療集團而言也為商場加分 台北車站更是不能放棄的市場 東森新聞馬恩凱蔡文 台北報導 通道